看看这大枯老牙 之前的时候还这么一点 昨天前天还这么一点 今天就老了 我们在这边发现了一片枯老牙 说实话我到现在没有吃过枯老牙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上山就是为了赚钱 也不为了采这些东西吃 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就是赚钱的 但是这地方发现了一大片 咱们采点 这就不都要了 这个是它完全老的时候 就是个贵 我发现了杉杉的三野菜 只要不采它都是草 那怎么着 就长成这样 回家就感觉干了 回家能烧火了 呀蜗牛 杀蜗牛 杀蜗牛它有特点皮薄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在这 我这个事情一直困扰了我几十年 你说这个蜗牛 它在冬天是怎么存活的 零下30度的 情况下它 它是 你说这蜗牛它是怎么活的呢 而且它那个皮壳还特别薄 不是 它有的壳 它是不是把这个到了冬天壳就给放弃了 就钻到图里了 哈哈哈 等它开车再来找它的家 它到时候再生一个壳呗 你独大生壳 你看 蜗牛一开始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壳的 软体动物 然后一点点的生出个壳 嗯 这玩意 我好奇到今年 好奇到现在 一直不知道它冬天是什么 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知道知识的 赶紧给小开解答一下的 我解答解答 对评论的评论一下 嗯 让我们也增长增长知识 看这种呢最好吃这个酷老爷 挑嫩的菜 啊 就是挑嫩的菜啊 这不倒是吗 你像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哈 卖蔬菜的得陪死 小开 带锅带水好了 带锅带水也不让你生火 反正我带酱了 反正是 你今天带酱了 嗯 我带葱了 我今天今天带煎饼煎大葱了 带煎饼没带葱你说 哎呀 要不擦点三葱给你吃啊 行啊 行 你看看这些野菜哈 要不怎么有时候的时候可无奈了 说 小了就变采了让它留着采 让让它留着长 这些东西吧 你看不住它就老啊 因为它长得太快了 老了就是草呀 对老了就是草 你说 那怎么长呢 太 哎 有的时候真的是可无奈了 你看 采还小 不采吧 掌控不了就老了 对 因为你不会天天来一个地方 都是今天上这 明天上那 你晚来一天它就老 它就要不了了 你看这 这早这么大了 这怎么整 这就吃不了了 你要放风了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别说地方方言 放风了 什么事放风了 就老了 那咱爸咱妈的话嘛 放风了不能要了 放风 你要是单独说放风 你看人家知道啥意思 咋的放出来放风来了 这不给你放风来了吗 哈哈 看这一片小兰花 我媳妇又发现微菜了 在这儿采微菜了 看我媳妇在那儿采的 这地方就有个野猪窝 这个野猪也怪 你看它现在吃什么呢 我现在很费解 这地方就是个野菜 这不是洋白菜吗 这就是野菜 这是咱们都能吃的 看这是它的毛 它的毛发 我刚才看它在那边拱了一大片 你看我们常年在邻区待着 但是对于这些动物的习性啊 吃啥喝啥 了解的其实并不多 因为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 它也给我们带来不了什么收益 所以我现在也纳闷 现在它吃什么呢 那么多野菜它怎么不吃呢 你看这不是黄瓜香吗 离它这么近 这是黄瓜香 这下面有点小 浪费的 这么近 你这黄瓜香它都不吃 这好的东西它都不吃 你说它吃啥呢 这地方还有黄瓜香 野生小残影 扑了鹅的 山上的这些小动物都挺有意思 各自有各自的生存方式 存活技巧 像这个野猪就是 它不吃这些野菜 地上这么多野菜它都不吃 可能是它太傻了 不知道这玩意能吃 拜拜各位 我们下期视频见啊 我跟我媳妇继续采了 我是朋友的朋友 记得点点这个免费的关注啊 拜拜各位